部分是做乐透产 那现在的话因为后来改版成大乐透 所以呢我们可以到那个 我云端白板上面 找到这个叫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那我在网路上有找到一个连结 那那个连结 刚好就是他把那个历年来的 所有大乐透的号码 通通都放在这个网站上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点击进来 他这个乐透云 那里面的话你会发现点进来之后呢 他这边会进入 这个网页的时候 里面的话呢就是2019年的 11月26 礼拜二也就是前两天的号码 就开出这几个号码 一样是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一样这个是前一期 22号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一定是一到四十九号 而且不会有重复的号码 所以一次就七个号码 六个号码一个特别号 那也就是一直往前推 你会发现这个网站呢其实还蛮完整的 为什么因为他到十月九月没有 然后一直往前到九月八月的话呢 他就到换到第二页也就是说呢 他目前这边底下有个清单 也就是说呢总共会有五十七个配局 那如果我现在点第一页就是刚刚这一页 这一页 点第一页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一页 OK 那如果我点第二页的话那就是前一个页面 就是八月份八月十三 OK那一时内推 这边的话呢那三月一直到 那五十七页的话呢就表示是最最前面的 OK那这边点进来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最早的是 2004年的二月一月 这边就到这里 2004年的一月五号 实际上第一期 大乐透第一期实际上就2004年 也就是103年的一月五号 那就会有这么多号码 那问题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他总共有五十七页 那如果五十七页 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网页上的资料 全部都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ESale 也许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我希望把这个工作表 名称也许叫 这个名称也许叫大乐透吧 那把这些资料五十七页 全部都帮我放到 这个ESale里面来的话 因为如果你没有放ESale 你没办法做统计嘛 统计到底哪一个号码 出现的几率 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一个问题啦 到底那个大乐透呢 总共到目前为止 开出几期 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讯息 第二个的话呢 开出来之后呢 到底哪一历年来 哪一个号码几率最高 OK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相关问题 那所以其实答案呢 已经在网路上已经有这些资料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做呢 你需要把这些 第一个啦 当然你需要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放到ESale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放到ESale里面的话呢 你总不可能说每一次每一次你就点1 有没有 然后呢 把它复制 当然你可以怎么做呢 比较笨的方法 就是你就选它 选这个范围之后 有没有 选到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复制 那再贴过来 Ctrl C 然后呢 再来什么 Ctrl V贴上 不过贴上的话 它会有格式 那你可以把这个格式什么 去掉的话 贴上这边有一个 所谓的选择性贴上 然后呢 把它嘛 符合目的的设定吧 把那个格式拿掉 但你会发现哦 贴上之后 还有一些问题 你还要怎么样 再把多余的列 好像像这个日期 应该是把这个日期搬到这边来 应该这个日期才是对 复制贴过来 把它贴过来 不过格式好像不对 它这个里面资料 对格式 所以你可能要把这个资料 复制到这边之后 再把这两列 按右键删除 有没有 然后呢 做一个之后的话 换下一个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再把这两列删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用土法链钢来做的话 那这件事情 恐怕做到下课都做不完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需要知道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 只要是网页上面的资料 如果它是57页的话 我有没有办法 把这57页的资料 一次又把它下载下来 快速的下载 那这个地方 你可能需要 知道esail里面 有一些功能 它是可以下载网页的 比如说第一个 你需要知道什么 请各位注意 就是网页的结构 那你会发现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点选 是第一页的话 第一页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in-page 等于什么 等于1 那如果我今天点第二页的话 会怎么样 第二页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 in-page 等于2 那就把第二页带过来 那其他当然不管 那其实你们慢慢可以 了解 假设你将来要抓网络资料的话 它的结构一定是http 可能就是哪个网站 的哪一支程式 有没有 它后面是点asp 就是它的程式是 用asp的这种 技术写出来的 那它的名称叫什么 这个这个勒头 big big b 反正它叫它名称 它的程式的名称 然后一个问号的话 就是说 你要带什么样的参数 所以后面in-page 实际上就是它的参数 它会把这个2 怎么样 带给这一支程式 去帮我执行 执行 执行就会自动 跟那个这个 这个伺服器 跟它要个资料 你帮我要这个in-page page 2的资料 帮我显示出来 所以它就会帮你把资料 撈下来了 后面还有 它还有个and 而且 old by old by就是 什么 帮我排序的意思 排序的话 等于new 那意思就是说 帮我从新的排到 新的开始排 那如果说 后来我试一下 其实这边 你也可以把new 改成old 如果你把它改成old 你会发现 它其实还可以 做一个变化 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改成old 我只有试一下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写过这个程式 所以我知道这个逻辑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帮你把 资料从 有沒有 从最旧的 放到最新的 有些就是颠倒 比如说 index page 等于1 然后old by 等于old的话 那它就会从什么 第一期就是 2004年1月 由旧到新 所以old by 你要新的到旧 还是旧到新 不管 反正我们 最重要就是 把资料抓下来 那抓下来 当然就不要 土法链钢 所以哦 如果你不要土法链钢 第一个 你要分析这个网页的架构 它其实就是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index page 等于1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网址复制 另外各位试一下 就另外一个功能 你可以开一个 新的工作表 在资料里面 有一个从web 特别注意哦 如果将来呢 你要在excel里面 抓取网页上的资料的话 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资料从web 那你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点击这个从web之后呢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实际上就是 帮你把什么 帮你把那个浏览器 IE浏览器呢 帮你签到excel里面 那你只需要什么 把刚刚的网址贴上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上面的地址 把他贴上 这个网址到 那他会帮你把什么 这个如果看到错误的话 你反正按4就好 因为他有些 可能是javascript 显示错误啦 不过这个不管 应该不影响 那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把那个网页 帮你显示在 这一个浏览器里面 他内建这个浏览器里面 那主要 这个从web 他可以帮你做什么呢 就是帮你把 这个网页 这个web就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的 这一个网页 里面的 特别注意哦 这个实际上指的是 里面的表格哦 也就是说你要抓的表格 他会帮你找 也就是说他可以帮你 只要是网页上是表格资料 因为其实esail 本身就是表格嘛 把表格资料 汇到esail里面 的意思哦 所以呢 你如果把这个网页 找出来之后 接下来哦 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要的资料是在哪里呢 在这里 所以你把这个打工 这个表格我要哦 所以你就在这个表格上打勾之后 然后按个汇入 并且告诉他汇入到哪里 汇入到A1 他就帮你把这个资料 不用复制贴了 直接就帮你把资料 给放过来 我们来试一下汇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把他会去侦测 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 然后并且呢 会跳出一个视窗 问你说你要汇入到 这个esail的哪个地方 那你就告诉他说 我要汇入到A1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汇入到那个 esail里面来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这个OK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做什么 因为有1到57 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 把这个动作用录制聚集 把它录下来 那里面的话 一样可以下载第一页 那如果将来我可以怎么 像之前我们学过嘛 把这个数字有没有 改成1到57嘛 那其实就是什么 跑一个for回圈for i等于1到57 那把这个数字改成i就可以了 那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他一页一页的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刚才我再把那个 重点提示一下 一 请你到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找到 大热透历史资料下载 那里面的话有个连结 就这个连结 请各位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这个 网页的结构 并且思考我刚刚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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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多 可